你就是一個人 他給了他們的能力 去殺掉自己 而世界都沒有準備好 大島克里斯多夫諾蘭 再度挑戰史詩巨片 一窺原子彈之父 奧本海默 發明原子彈的凌晨 偉大發明者內心實責 矛盾懊悔 也激派男星席林莫菲 在片中飾演奧本海默 拯救與毀滅世界的兩難困境 1945年 搶先德國納粹之前 由他領導了核氏報成功 但隨之不到一個月 美國變向日本投下原子彈 我們說有機會 我們把這個按鈕 我們會破壞世界 可能是有機會 有機會是有機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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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自己想要有機會 有機會是有機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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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野人陣容還包括 麥特戴蒙 艾蜜莉布朗 而鋼鐵人小奧伯道尼 也在其中 由諾蘭自編自導的這部電影 包括如何刻畫 奧本海默外人看似謎團的 內心世界 還有最讓人震驚 外傳以某程度真實爆炸 來呈現核氏報場面 檔期定於7月 向世人揭開神秘面紗 世界 會記得這天 這張版本海默綜合報道 我們在這裏 我們在這裏 我們會確實 人生永遠都看到我們 我們會有機會 責任 分析